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重要性 也透过永恒的眼光 我们可以做一个 跟世界价值观不一样的选择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来谈 在灵命的需求当中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齐 我们身份感跟价值感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你怎么看这方面 对 你刚刚说得很好 其实不是只是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思想关于灵命 也不是只是 灵命也不只是关乎 看永恒 看未来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有五个最常问的问题 那我觉得孔毅老师 他在他的书里面 就提到这五个问题 那我觉得确实 我们常常会去思想这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从哪里来 这是关乎根源 Origin的问题 第二个是我是谁 这是关乎身份 Identity的问题 第三个是关乎 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 这是关乎目的 Purpose的问题 第四个是关乎 我做得好吗 那我 关于我的目的 我做得好不好 那这是关乎意义 meaning的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 我往哪里去 这是关乎 我们的归宿 Destiny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 我们生命当中 确确实实 我们就是会经常思想 我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的identity是什么 我们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的meaning是什么 我们的destiny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们常常会去 思想的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 是非常非常spiritual的 特别是很多人 他可能在 事业上面已经非常成功 在职场上面 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的时候 他不免还是去思想说 这真的是合乎 我人生的目的吗 我做这个事情 真的是做得很有意义吗 那我人生当中 最终的destiny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不管我们的事业 我们都会经常去思想的问题 这真的非常好 因为我觉得其实 对我们来说 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说 其实真正的那个身份归属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在职场当中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诱惑跟试探 就是随着神 给我们更大的一个影响力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升迁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真的是为主得地为业 经历更多的成功的时候 很难不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 把我们的成功当作我们身份的归属 把我们的头衔当作我们身份的归属 因为真的你会发现 周遭的人会因为我们的成功 跟我们的互动有所改变 周遭的人也会因为我们的头衔 开始跟我们的互动有所改变 但是就在那一个moment 其实很重要的是我是否要照着世界的价值观 来看待我是谁 还是我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核心信念 那那个核心信念其实不是透过世界的成功 或者是物质上的成功 或者是人所羡慕的头衔上面的成功 来定义我是谁 因为如果这个一走偏 或者是一 我又失去了我的那个true north 我失去我的那个指南针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陷入到一个开始是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 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 就是人就开始变了 很奇怪对不对 可是就是因为常常在我们的根基上面 它是一个根基上面的毁坏 意思是说我的身份感的来源 我的价值感的来源 我的安全感的来源 如果一偏整个楼是会歪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当我们谈到刚才讲的这些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刚才也谈到的是使命 可是有的时候我的身份感如果来自于我的使命 我也会偏 所以我相信从老师讲的那个 唯一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说 我的身份是独一无二的 那是在神的眼中独一无二 那我的独一无二是在 我在母父当中就已经是唯一 在我还没有做任何一件事 我就已经是神所喜悦的 就像耶稣在他还没有开始服事的时候 在约旦河持喜约翰为他受洗的时候 然后声音上说天开来 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 然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就说这个是 这个identity是父神所赋予我们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所有的人来讲 其实在面对到职场上面 有的时候挫折是一种挑战 但是我也要说成功也是另外一种挑战 有的时候在挫折当中 我们会有挫折的诱惑 跟试探 我们也会在成功里面 面对到更大的诱惑试探 那有的时候在缺乏里面 会有诱惑试探 在富足当中也会有诱惑跟试探 那个诱惑跟试探是什么 就是你用你的富足 你用你的丰富 你用你的成功 开始来定义你是谁 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感的归属 需要来自于神的眼光 来自于我们是他的儿女 来自于我们是他所爱的 而这个是重新定义我们是谁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件事就是 我们怎么样能够操练一个功课 就是我需要把我自己 跟神所祝福我的 不管是物质上面的成功 头衔上面的成功 事业上面的成功 我要学会怎么归零 那这是为什么我很喜欢 在神的设计的里面 其实有一个安息日 其实安息日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归到一个 最原始的身份 就是我是神的儿女 我可以有 你知道在当时的文化的里面 他们有扑币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一起来朝见耶和华 朝见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分辈分 我们不分身份的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如果还期待人家 对我们是一个某种的对待方式 因为我是谁谁谁 因为我是什么样的咖 那我要说 其实 我们的身份真的是这些东西吗 因为世界上是这样子 今天谁要来 我们要怎么样的款待他 今天他是什么样的 影响力的位置怎么样 可是今天我们来朝见的是 创造宇宙万会的主宰 来朝见的是我们的阿爸天父 其实我是一个很单纯的身份 那个身份是什么 就是神的儿女 你知道在教会里面 其实我们从一个实习传道 或者是甚至是一个热心服侍的弟兄 开始服侍主 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传道人 到被安立成牧师 其实说真的 在不同的地方 你真的会有这样一个诱惑 因为我现在是主任牧师了 所以你要跟我有一个 什么样的互动 我觉得人都会有这个诱惑跟试探 所以我们的身份感 真的非常容易是来自于这些头衔 这些外在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觉得 其实有一种真正的满足跟幸福 其实是在当你真的知道 其实这些东西真的不能够定义我们 真的给我们人生的定义 是神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五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 Origion跟Destiny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 我们就谈中间的 我们就来谈说这个 Identity 我们的Purpose跟我们的Meaning 那是谁来定义它呢 是谁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做得好不好 我们的身份的归属是什么 那我很喜欢你刚刚谈的 其实让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 是谁来告诉我们 我们童工会做这个考评 那我相信很多的企业里面 也都会做这个考评 那么这个考评呢 它当然它会有自己的评价 它也会有其他的童工来互评 那么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当中有些童工呢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童工 是所有的人对他评价都非常的高 可他的自评的评价都很不高 那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是让我们自己来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拦阻了我们 让我们自己找不到我们身份的认定 我们找不到我们自己的 purpose 但我有发现 有些时候呢 这个很多童工都觉得他需要改进 可他的自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良好 那这样子其实也不容易找到 所以其实我们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跟神有关 其实我们需要让神来告诉我们的根源是什么 我们需要让神来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 我们的归宿是什么 我们的destiny是什么 我们是需要神来让我们看见 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我们做得好不好 其实我们谈到这些问题是 我们心中一直都会有这些挣扎 都会一直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从我们刚进职场 甚至到我们的职场上面 已经到了巅峰了 我们都还是会一直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 他其实他到今天还是在找他自己的目的 他还是在找他自己的身份的认同 那可是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从我自己里面 甚至也没有办法从别人的feedback 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告诉我们 孔毅老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就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 觉得自己做得都很失败 觉得自己在职场上面都没有任何成果 他去找一个智者 那这个智者呢 他并没有安慰他 也没有鼓励他 他就从他的这个手上脱下一个戒指 然后就跟他说呢 你到市场上面去卖这个戒指 但我告诉你 这个戒指卖的呢 不能少于一个金币 然后他就到市场去 然后这个市场上面的人就说 这个怎么会值一个金币呢 这市场上没有一个人要跟他卖 好 然后他就回来就说 没有人要买这个戒指 然后他就说 好 你现在去找这个珠宝 专业的珠宝商 然后呢 我告诉你哦 你不可以把这个戒指真正的卖掉 你看看他愿意用多少钱来买 然后他就到这个真正的珠宝商那边去 那珠宝商就说 我愿意用60个金币跟你买 那他就很惊讶 他回来找这个智者说 那个珠宝商竟然愿意用60金币来跟我买 他说你知道吗 当你要知道你真正的 这个戒指真正的价值呢 不是让路上随便的人来看这个戒指的价值 是要找真正的专家才能够鉴定出这个戒指的价值是什么 他说那你知道吗 在我们生命中 真正试获的专家就是神 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身旁很多的人 其实都像是菜市场的那些人 我们都可能不见得认知这个戒指真正的价值 那只有这个最专业的珠宝商 他会说 我知道这真的 这是很厉害的戒指 那其实我们谈到说 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总是在想 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做得好不好 有没有意义 其实我们需要来到那个真正的专家 就是上帝的面前来告诉我们 我们做得好不好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其实当我们讲到灵命的需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在谈的是 我的生命怎么样 跟神进入到一个 用现在比较常用的 对齐的理念 怎么样跟神进入到一个合一的理念 因为 其实真正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生命里面 给予我们价值感 安全感 意义感 使命感 所有一切的源头 其实说真的 也不是那个事情的本身 其实是从头到尾都是神 为什么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会有意义 是因为他托付我要去完成的事情 换句话说 可是问题是 连离开他这个事情 对我的意义 就像摩西一样 尝试要拯救以色列人 除埃及 四十岁的时候 他尝试要去完成 是神托付他的使命没有错 可是他是用自己的力量 去完成那一件事 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真的是劳苦重担 真的是 真的是空虚 所以他必须要一个人逃出 逃离开埃及 所以我常常在想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使命导向很好 有的时候我们常说异象导向 异象导向很好 可是我也会担心 太异象导向 离开了 我觉得异象导向 make sense 是你与神一起同工 但是异象导向 不make sense 是当你把异象 变成你的偶像 你把使命变成是 你要完成的那一个任务 或者是说 这个使命赋予你价值 我觉得都不是 是神赋予我们价值 OK 使命与否 不然你会说 那去宣教到中南美洲 后来可能什么东西 都还没有做到 可能在旅程当中 他就死了 因为很多宣教士 真的是这样子 那个年代 对不对 一个传难 哇 那我们就说 太不值得了 我必须要说 值得与否 也不是使命可以定义的 值得与否 是这位我们所跟随的神 来定义 而且很多的事 其实真的不能够 从人的价值来看待 甚至是透过 这一个世界的 短暂的这种眼光来看待 因为 我真的要说 我真的要说 其实 有很多的东西 真的那个价值 其实是神对我们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Amen 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 我觉得不是做什么成功 也不是做什么找到满足感 而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已经有了满足 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 已经找到安全感 我们在神的爱的里面 已经真正的得到 我们一切所需的 然后跟着父神一起同工 Amen 去完成使命 完全我们 祂赋予我们要去完成的事情 Amen 我真的觉得 在你讲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有这样圣灵的浇灌 我真的感觉到 有很强的感动 其实你谈到像耶稣 耶稣在这个地上 如果从人的标准来看 祂真的是成功吗 如果从人的标准来看 就是说 祂33岁就离开这个世界 当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祂的身旁 有背叛祂的人 有不认祂的人 这些祂投资最多生命 祂带的门徒们 对 祂带的门徒 就是说祂投资最多的 在他们身上的 可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很显然 祂并不是跟随着 这个世界上面的价值观 就是当人们都要来 拥戴祂作王的时候 可是耶稣就离开了 这件事上说 祂没有把自己交给人们 因为祂知道万人的心 但是祂在十字架上 祂被鞭打 被羞辱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却说成了 因为祂在这个地上 真正的 祂的 purpose 不是这个社会所界定的 不是人们所告诉祂的 是天赋 天赋给祂的使命 那我在想到 刚刚我们谈到 这五个问题的时候 我又想到 孔毅老师 他其实讲四个阶段 我们曾经有提过 就他讲到四个S 讲到我们生命当中 第一个阶段是struggle 就是我们都在很努力 在奋斗 struggle 可是接下来 就会进到success 那么这个success 会把我们带进到 我们可能追求 我们有成功之后 我们会追求significance 我们就会追求 我们要有意义 我们要有一个重要性 可是最高最高是surrender 是降服在神的面前 那其实孔毅老师说 每一个阶段 都是要有一个拐点 很多人在那个挣扎 努力 奋斗 他没有一个拐点 他是不会成功的 他常常是有一个转类点 他才成功 他的成功之后 他拥有很多的 头衔 地位 权势 财富 可是他要有一个转类点 他才去追求significance 那其实在这个significance里面 他又需要一个转类点 就是他最后把他的生命 全然地降服在神的里面 神 你说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说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我生命的归属应该是什么 他需要一个转类点 让他自己能够全然地降服在神的里面 那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宣教士的故事 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曾经提到 这个神学家Joyce Baldwin 那我就想要讲他的故事 这很特别 他是个英国人 那以前的英国国教是基督教 所以他们的教会是像国家教会 Church of England 那他是完全不愿意按立女生的主教 也不按立女生做牧师 甚至连女生做教会的执事都不按立 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就根本就不会有想要什么 服侍主的心如是一个女生 因为你不会给我机会 你不会按立我 你不会承认我 我干嘛服侍呢 可是Joyce Baldwin很特别 他从像诺丁汉大学跟伦敦大学 这样一流的学府毕业之后 他想要当宣教士 他就接受宣教士的训练 花了两年预备做宣教士 即使教会不会按立他 但他去做宣教士 那因为这个 purpose是神给的 不是人们所给的 那他去到 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宣教的时候 那一年是1949年 那你就知道1949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的情势 根本就是不允许他去传福音 他还在中国待了两年 到1951年 整个机构都完全被赶离开中国 这些外国宣教士都必须要离开 所以1951年的时候 他就被赶离开中国 他离开中国的时候 他还得了非常严重的力疾 就是一直腹泻拉肚子 那因为当时医药缺乏 其实对他身体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所以他再也不可能踏上宣教的合场 他再也不可能当宣教士 那如果我们是Joyce Baldwin 我们会怎么想 整个环境都不接受我 不愿意案例我 但是我却愿意来服事 那我踏上中国土地 我也没有带什么人信主 然后最后我被赶出来 我还得了严重的疾病 然后我还对我身体造成了伤害 可是Joyce Baldwin都没有因此放弃 他觉得既然这样子 我不可能再当宣教士 那让我来培养宣教士吧 所以他就成为神学院的老师 你知道他竟然成为了 Bristol很有名的三一学院的老师 最后他还当上了三一学院的院长 然后到他退休的时候 他都还没有被案例任何的职务 一直到他66岁的时候 然后教会终于说 我们可以案例你做执事了 他从神学院院长退休的时候 他说我们可以案例你做执事了 后来教会又跟他说 我们可以案例你做牧师 他说不用了 他说不用了 那我们曾经讲过Joyce Baldwin 讲一个关于亚伯拉罕的名言 他说亚伯拉罕踏进了迦南地 他看起来好像都没有看到 这个应许成就 可是在他信心的眼睛 他已经看见了 这个地会是属于他的 他已经看见他的后裔 已经变满这块地了 他站在那个地方 竹坛献祭的时候 他是在为他后代子孙 来接受这件事情 他知道他已经为他的孩子们 来领受了这件事情了 所以其实我想Joyce Baldwin的故事 其实真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神 我们一生在跟随的是 神给我们的身份 是神给我们的目的 是神告诉我们有意义 对人来看 也许Joyce Baldwin的中国行 没有意义 可对神来说有意义 因为那个中国行 唤醒他里面 那个最神想要服侍神的心 也许很多人说 如果没有这些案例 没有这些 没有被接纳 那没有意义 可对神来说有意义 神说我知道你是谁 我给你这个身份 我给你这个目的 我给你这个意义 是神会赋予给我们 所以我想如果在执展当中 我们面对很多种种打击的 或许那这也是一个 最棒的时候是 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 让天父赋予我们身份 目的 意义 价值 让我们在那个真正的专家的面前 他会告诉我们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 刚才你讲到孔毅老师 所说的那个四个S 从我们的struggle到 success到significance 然后到surrender 所以我在想其实更好的方式是什么 当然允许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order 这个顺序 其实真的我们都会经历 struggle 从struggle直接到surrender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成功跟significance 都是在我们与主合一当中 你就有了 因为那个success跟significance 其实不是世界可以定义的 那个significance 从头到尾都是从神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的struggle 我们的struggle 只要可以把我们带到surrender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赢家 Amen 在职场转化的历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不让我们的意象 成为我们的偶像 也不让在我们所经历的 成功跟祝福上面 迷失了我们的脚步 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再次回到真实的身份 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祂已经喜悦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对祂做多多 赚多多 多有影响力 可以更多地来讨祂的喜悦 而是在那个最单纯的身份当中 我们回应祂的呼召 与祂一起同工 这才是我们生命 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络上面 跟我们分享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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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